111 第一《財經日報》4,500點前謹慎樂觀分化行程精選個股 2015年7月22日市場A8張志斌將志斌上證指數週二7月21日 收盤終於站上4,000點整數位 烏森主板指數和創業板指均走出了四連羊 儘管如此,後座幾個交易日指數帳幅不斷收窄以及成交量縮減 由市德市場各方對於股指後續反彈的高度存在爭議 而對投資者而言,近期最為關鍵的或許就是精選個股料 從週二全天走勢來看,儘管早盤指數出現小幅低開 但很快就在買盤的推動下出現震蕩回升 並立即站上4,000點整數位 午後儘管一度出現衝高回落走勢 但迪西教援各指數仍保持紅盤報收 上證指數最後報收4,017.67點 漲幅0.64% 成交6,464億元 深城指報收13,315.56點 漲幅0.86% 成交5,606億元 對於股指後續的走勢,市場專業人士存在明顯的分歧 即便一些知名的策略分析師的觀點也是大相敬 如安信政勸首席策略分析師徐錶認為 當一個極端空投市場轉回正常的過程中 大概率會發生什麼? 上漲,古彥雲,行程在由月質疑中前行 過去一周,幾乎所有機構都偏悲觀 相信這會是最好的反向操作窗口 向未來看半年,細數可以買入的力量 地方版養老金3萬多億元集中到中央 理論上可入市資金1萬億 上市公司從正減持方忽然轉為增持 被動增持加上主動增持近2千億元 整個私募行業倉位很低 根據草根調研估算 總規模3.89萬億元的私募倉位極低 極端悲觀的情緒回歸正常過程中 有望帶來近萬億的增量資金 與此同時,成建制可以賣出的力量 公務可以降倉位 但是過去兩年的經驗看,公務做相對收益為主 早已習慣不去大幅調整倉位 國家隊可以賣出 香港1998年的經驗是國家隊所定籌碼長達兩年 這次預計至少能賺半年 半年內如果出現大幅賣出 相信一定時指數已上穿4500點 甚至突破5000點 徐彪因此認為 4500點之前保持樂觀 4500點以上在內更新觀點 而新萬宏元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黃聖等則認為 A股市場需要重建 2015年下半年的主旋率是震蕩分化 優養生息 短期主導市場風險偏好的核心因素是管理層後 有舊市時期的政策選擇 部分資金利用舊市底形成的勘障期權做多 全量資金倉位大幅提高之前反彈仍可能持續 但純粹博弈性的反彈並非長久之計 A股市場需要重建 表面上 當前A股市場的矛盾體現在 互聯網加跌下神壇後 新的龍頭板快上不明確 舊市籌買如何推出營有較大不確定性 停牌公司營超過600家 市場可能並未出清 兩融和股權質撻風險並未完全消除 而本質上 發解者者矛盾需要 A股市場在資金供需 市場信心和股值體系上進行重建 拉長時間來看 大類資產配置格局仍有利於股權 未來貨幣政策的本質依舊是中國版 中國推進改革發展 新經濟刑事必行之舉 仍需要資本市場泛榮輔助 王勝依然認為 從一年以上的周期刊 萬牛可以期待 但萬牛以重建為前提 而重建需要時間 因此震蕩分化 優養生息是2015年下半年市場的必然選擇 於是